再一則關於香港區議會選舉 做片時間是2019年11月25日 澳洲東漢時間下午4點24分 我上一條片之後有朋友留言 這個留言我自己沒有辦法 跟大家做Fact Check 所以麻煩香港朋友看你能不能做Fact Check 他是這樣寫的 在深水埗南昌中選區經歷過第一輪點票結果之後 爭取連任的民建聯劉沛玉得到1500票 而人稱深水埗二妹的民主派 林善彤取得1501票 二妹以一票之差擊敗了劉沛玉 其後劉沛玉要求重新點票 覆核問題選票之後 最終的選舉結果 劉沛玉以 1640票 擊敗1538票的林善彤 第一 逆轉了勝負 第二 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第1輪的時候 100500票 加上1501票 應該是3001票 但覆核的時候 是1640票 對1538票 出來是 3178票 中間 無端端出多了 177票 問題是這177票 哪來的 不知道香港朋友 有哪位可以 做一些 真實的資料 給我 真實的資料 給我 讓其他朋友 知道 到底 這件是甚麼事 很短 告訴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